台北美術館2012台北雙人的演講會 黑間地幼場總共有聽場 每一場都有跟雙人看起來的字一樣 那有常來聽的 大家就知道 沒聽過 沒關係 今天也第一次來聽 我們也希望聽到一個很不同的 很特別的一個講題 叫做未來的生活 我們邀請到中文大學陳泰聰教授 他是我們國內當代藝術知名的一平家 還有是策展人 他都有舞蹈的眼光 過去他在台北美術館的雙人展也都有評論 還對當時比較重要的蔡國祥特展 還有IOW的展覽 他也有做過 前面的一個研究探討 那麼我們今天這個獎子也特別 我們現在用熱烈掌聲來歡迎他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好 謝謝 黃老師工的一個介紹 那很感謝各位 在這個演講期間很難得 很難聽 在這邊聽我個人的一個演講 好 那所以這是一個 可以立即遲到的一個狀態 好 總統之 我就從這個演講 國外以未來的主播者 這個問題來探討 這次台北中年展 所涉及到的一個 我個人說 個人角度去談它 去管掃的 總會做一些定題的 這樣的一個討論 那這個討論 我們是從兩點半 一直到四點半 大家發誓上也能夠長的時間 那這個時間 我也當然也希望說 可以有一些 直接跟各位 通過問題可以討論 可以討論的話 我也非常熱烈 譬如說 可以留待半個小時左右 那這個 我個人這樣的一個 一個怎麼講 一個評論 是有一個龐大的一個系統 然後是希望能夠很快的把它講來 那為什麼叫做未來的主播者 因為 有關於這樣的一個 現在型 這樣的一個概念 在這次的台北中年展 特別把它提出來 那麼它顯然是跟國家 作為一個討論 這個 引用黃德威 這位台灣文學學者 他的一個 歷史 文學歷史的一個考察 提出的一個 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 當然只不過是不關於什麼 暴力 或是一種窮雄二極的 和一些國家不體制的暴力 那這個問題呢 也跟整了現代性 也就是現在 成為現代 國家 成為一個 現代國家 是有必然的一個關係 就是體制所產生的 這種 這種力量 它有兩種力量 這兩種力量 是一種 兩面型的力量 一個是正面型的力量 一個是負面型的力量 這個展覽裡面 主要是敞開的討論 而且把它放到一個比較確實的觀點 去談它 未來 除魔者指的是說 我想把問題 縮小到一個台灣的問題 去討論它 這個是我提到的一個概念 除魔者也是指的是現成的概念 如果活到未來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好像我們已經 我們已經活到未來 對不對 就是那個 社會有喜好 所以這個題目 也不是很好 也不是要故意這個問題 其實是讓我們 我們已經 現在是未來的活者了 好 那 大致講 那再來就是說 這裡面有一個閱讀的材料 好 各位 應該有一個閱讀 那 底下我會更多提一下 這個閱讀材料裡面的一些資訊 那總之 我們今天提出很多很多的 提供很多很多的一些閱讀 的一些閱讀 的一些閱讀 這是 可能會非常大的一些閱讀 的一個理由 好 那 我就先從 對於台北專業展 這一次 的問題來談起 好 好 好 我先從它的正面前來講 它 就是說這個展覽 事實上 它可以發展這一次 第十二屆 它是一個非常有創新的一個展覽 那 就是說它的製作 也非常細緻 那提出一些非常有趣的概念 那有趣的一個組織方式 那比如說 剛才提到那個討悟這個概念 它是利用中文 使用中文或借用中文呢 啊 這個實在是中文的歷史 中文的哲學 啊 中文的這個語記 啊 這個概念詞彙 去思考全球的議題 啊 那這個 這個跟過去 在傳統的論述裡面 啊 在一個西方 強大的霸學士的 學術論述裡面 有辦法用西方式的文字 或西方式的概念思考問題 那我覺得 安森法克在這一次的策展裡面呢 的確是 呃 它有很 很細的方式 細的方式去 去 去 去貼合 這個在 台灣或台北 台北市美術館說 很簡單的 這樣策劃這個展覽裡面 顯示出它的一個 在地的一個系統性 那它也提出一個 微型模擬的概念 各位也在這個展覽 都已經看過了 所以這種 特展 事實上是一種 觀念的一種運作 它不是單純只是 把作品把它擺出來 它要提出一些 理念之餘呢 它也要形作 這個展覽是怎樣被組織的 那所以微型模擬是這個展覽裡面 我覺得是非常創意的 的一個 一個想法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可以從這個展覽 到台灣當代之家 被展示出來 那的確也顯示出 它對於這個 逃物這個概念 事實上有一些 長期的一個工作 那這個工作 可以感應出它的 一個進展覽 那 接下來我要談到它的 負面性 就是說 不曉得各位看來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這個展覽是 非常地敬嘆 好像變成一種 一種博物館化的狀態 也就是說它有一種 教育性 教育性 也就是說它提出了 一些非常非常大量的 一些展覽作品 這也是這一屆以來 展覽作品最多一次 展覽作品最多一次 然後食物空間最大 那但是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 嗯 被人非常非常地 知識的 非常知識性的 當然這個也帶有一個 反思的一個 必然的一個後果 那我們要進入反思的話 我們一定會進入到 一個比較沈靜的狀態 好 那我覺得這個 特別雙鏈展 說雙鏈展這個概念 是有點違背 因為雙鏈展實際上 強調的是一個 兵型的 然後有一種 活躍的 然後有一個運動性的 貼合一個 當新藝術生態的一個狀態 這是第一個批評 那第二個批評 那就是說 它跟台灣的在地藝術社群 比較長期以來呢 不是阿治超人 這個展覽 而是 利 Vision vaccination 始終有一些脫節狀態 而這脫節lik 那總有可能 德國的新興測展也是在建構裡面 我覺得對台灣的一個特殊組織來說 應該是一個反而變成一個問題 如果去改變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要去思考的 所以也就是說 像新興展展如果在下一次 在這樣測展的方式 再新興下去 就可能變得比較沒有活力的 失業活力的一個狀態 另外一個就是第一次演 就是提到在地副主題話 我覺得他說的事實上 他跟誰就很關 他是基本上引進了 在西方或是全球的一些導彈組 的一個創作 或一些理念的想法 也他在作品的名義上 就是什麼不對稱 台灣的國家可能是比較少數一點 那這個實際在全球的一些發展裡面 事實上是非常過來的 反正是在我們該國的意思 比較大量出現的 那我想說這裡可能有些 可能有些體制上的一些限制 比如說會預算 然後包括這些空間的一些使用問題 那我們還是要提出這樣一個第一題 就是在地理不出題話 可以有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有一個新自由主義的一種文化邏輯的概念 市場的意識形態的一個小確信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辦一個比較好的展覽 穩當的展覽 好的穩當 而不會辦一個挑釁的危險的 然後容易失敗的一個展覽 但是非常有趣的一個展覽 這是一個 對這個商店展覽的 基本上的一個批評 也就是說它做得很好 很不錯 然後要花四五次的時間 我本人到現在還沒徹底的 我完全完全全的看完 我花看到的吃還沒看完 所以我覺得這個展覽 事實上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規模 所以我覺得它很難去回應 這個台灣當代藝術的生態 文化狀態的一些 很多很多東西問題 這是對這個展覽本身的一個批評 所以我覺得它必須要 就是說台北專員展覽 包括這次會議事專員展 台灣法的一些問題 事實上有些台灣當代藝術家 所以大家說對當代藝術設備 一直在調起來 故意的問題 就是如果去回應 事實上對台灣當代藝術的一個發展 的一個領導 或是一種推動的一個 一個積極的力量 而不是放在一個全球的觀點 去運作 因為我們為全球這個畫 藝術群的畫的這個角色 或者是這種 可能翻譯到幾樣的一個地步呢 反而是我們資深的 還沒有好好接力起資深的 當代藝術的一個 或是文化上的一個 明確的一個方向視野 那麼有關於文化的問題 對我們說是 那不僅是一個雲端的思考 這個聊客期的 甚至反而是 反而是被我們資深的幫助 所以我覺得他們需要改變 那這個改變的任何方式 然後其實像我們第一次 是有雙次男的 這次是在於設施的 那其實它有 它各有一定的 那特別在於說 如何去形成一個 比較好的工作機制 工作模式 就是說 或者說是雙次男的基礎的話 他們 本國聖男的 跟西方聖男 到底是 到底曾經 幾樣的一個結構關係 比如說 是誰找誰 那 是他們找我 還是我們找他們 我們聖男找他們聖男 還是說 他們不知道怎麼樣分配 這些不是單純的 是一種 大家可以放照 按照一種人心的交往 可能你只能耐使 當然 可能合作關係 但是如果有時候不耐使的話 怎麼辦 或是一般總統的話怎麼辦 所以它 比較沒有一個 那我們知道 明確的一個 工作模式 跟全力分配的一個 的一種公開 明確的規範 也就是說 那完全是 那兩個人的事情 那我們就 看他們做 測試一下 結果就算是了 所以這一個 有點不明確的東西 在 在那裡 有一個潛規則 或是一種 隱密的 或是屬於 我們不知道的位置 所以 即使雙聖男 這個制度是不錯的 它會引起國外的一些 一些專業事 或是 像台灣 其實要退到國外去 或是增加台灣的一些 扛待人的監督 它會有差的 一個問題 其實也在提到 那個問題 但是呢 沒有什麼不好 其實重點在於說 因為我們是有一個明確的 一個台灣當代藝術的 一個觀點 這個觀點是透過 英國美術館 研究機構 或是國美術館的 一個政策 去討論 去形作 去形成 去推動 我覺得這才是 無論真正的重點所在 我在於說 真的要雙次男 一國外國人 就是台灣 還是說是 哪一個開放 三次男 那是哪一國人 所以這一點 我特別強調是在 不是哪一國人的問題 而是在 它會有一點想 是什麼想法 那 跟這一次的 或者是算是 台灣管的正義 也是如此 裡面是不是有 國外之家 這不是重點 重點在於說 台灣管道要提出 其他一個明明提出來 這才是重點所在 所以如果說 全部都是台灣之家 那事實上 就是一個明確有趣的 實驗性觀點的話 那事實上 那也是一個 都是很好 很有趣的展覽 即使它叫台灣管道 都一樣 好 所以我認為是說 必須要把台灣 當代書自身觀俗性 具體實在 有一個 創業展裡面 這才是一個 比較有建設性的 比較長遠的 然後也跟 台灣在地發生 他也經歷入共產 這樣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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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一個結構 才是一個 比較有延續性 持續性跟發展性 那 所以呢 在這裡面晚提到 一個觀點 什麼叫在地的概念 在在地的觀點 在在地的觀點 就是台灣的在地 或台灣的在地型的問題 那麼 好像我剛才提到 台灣本事 就變成好像 顧面來看這個問題 是那不是的 那我最近提到一個觀點 就是 不倒的 而是倒的 而是倒的概念 那麼倒的概念 會是四點 第一點就是說 在台灣三年代 自己的 推動 台灣共產協會的 一個 所謂 台灣是一個 一個運動人士 醫生 一個非常累積 文化人士 那麼 他的這些時機 大家都應該 過度不早都知道 那麼他其實曾經提過 這樣的一個 瘋狀想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 有關於文化形容 或是這樣的 去看你的形容 那把台灣呢 從一個 猛猛的狀態 某種猛猛的狀態 給它 啟發出來 我們直接 用一個世界觀點 世界的視野 去理解 這個局勢 我們是台灣這樣 單純的一個內部的問題 那第二個 就是提到 在地的世界性 那麼 提到我們這個世界性呢 台灣始終是一個 世界性的問題 而不是單純是 自己亞洲的問題 文化第一的問題 台灣是台灣的問題 它本來就是世界的問題 那總大歷史以來就是 因為台灣會成為一個 被人家製造的一個島嶼 製造也是對持久之際的 這個 鵝蘭 自能夠 以及 一些 一些 現代化的過程裡面 我們慢慢知道 台灣的一個浮現 它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 長期歷史以來的美國人 它是因為 是因為 航海 時代 時代 逐漸 逐漸出它的 面貌 可能跟農貌 的一個 的地方 所以這一點的話 始終都已經是世界性的 它不是一個 區域性的問題 那第三點就是說 島嶼這個概念呢 指的是一個 歐雅 兩百這個 地理的一個 結構呢 所形成的一個 破碎的 或是一個 帶重的一個 導引的 的一個 風度 也就是說歐雅 這個大陸跟 飛兵 這樣的一個 飛兵的一個 地塊 離泰民 所以它是 處在一個 歐雅的一個 一個 很快的 狀態下 形成的一個島 那這些島 首先形成的一個 無狀的地帶呢 事實上不是只有台灣 打發發生存的島 還包括飛兵還包括 尤秀軍島 所以這些島裡面 形成的一個 不發地帶 也就是黑曹地帶 事實上是可以看出 台灣不是單純的一個 孤島的一個問題 那 第四個呢 就是說 世界是代替性的 就像 人會所說的 聽到的 他直接講過一句話 就是說 台灣是台灣的 也是台灣 台灣也是世界的台灣 這是三年代所說的 那這另外 其實只有 十八季 其實我們剛剛遺忘掉 或者說我們 使用那麼來台灣 好像是一個 亞西亞服務 事實上 我們應該換個角度 會看 這個問題 好 那你有沒有想要談什麼呢 好 我們可以用不了快的話 出去遊覽他一下 好 來一個非常有趣的 一個影像講 裡面一條